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曾经广受舆论关注的中国湖南林武县瓜农死亡案 12月27号在湖南永兴县法院开庭审理 法庭是以故意伤害罪判处4名涉案的城管人员有期徒刑 其中最高获刑11年 最低3年6个月 中国大陆关注瓜农死亡案的律师还有民众 普遍对于法院给涉事城管人员定的罪 还有量刑表示不满 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大陆维权律师隋木清就认为 如果不是舆论对于瓜农死亡案的关注力都大 那么涉案城管人员基本上是不会被定罪的 隋木清还表示 用秤妥打死人是要判死刑的 而当局现在用故意伤害罪给4名城管人员量刑 可以达到侵判他们的目的 他认为当局一开始就在定罪上做了手脚 今年7月17号的上午 湖南林武县瓜农邓正佳夫妇 在县城摆摊卖自家产的西瓜时 跟执法的城管人员发生争执和冲突 邓正佳在冲突中死亡 当时不只有一名目击者对媒体表示 他们看见城管人员是手拿秤妥 击中了邓正佳的脸上部 那么被北京大学宣布不再续聘的 中国知名的学者夏野良教授 12月26号 在北大的一座不齐尔的教学楼 五层的教室里 完成了他最后大约是三个小时的课程 从而结束了他在北大承达13年的教铃 那么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夏野良最后一课是在一间 能够容纳14个人的教室里上的 有12名学生前来聆听 夏野良表示 他无愧于北大的校训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他对学生说 他觉得他还会回来的 上课结束的时候 一名学生说老师保重 但是27号一大早 北京大学官方网站上 介绍教学师资的网页上 有关夏野良的信息已经被删除了 夏野良今年10月份被北大校方通知停止聘用 夏野良认为他被解聘 与他长期发表要求当局政治改革的呼吁有关 但是校方并不承认 那么也就在夏教授进行最后一课的同一天 上个星期被迫辞职的陕西西南政法大学的教授 陈洪果却在微博上宣布 原定于12月27号要为学生上的最后一课遭到了校方的禁止 他为此向学生们致见 12月25号广西玉林市荣县 有数百名曾经参加过中越战争的老兵上街游行示威 他们抗议中共当局没有落实对退伍军人的安置政策 令他们生活困难 大部分的老兵穿着绿色的军服 一路游行到荣县县政府 沿途有大批的武警还有公安戒备 观众朋友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记们